有民众在高雄的饭店住宿发现业者私下让需要居家隔离的外籍船员入住 不但跟一般旅客住在同一层楼 而且饭店走廊上摆满了椅子去放这些船员的餐点和备品 就连船员们使用过的垃圾也全部堆在走廊 离谱状况让民众吓得拍下来po网 担心成为防疫破口 放眼望去饭店走廊上每间客房外都放着椅子 甚至椅子上还有餐点和替换备品诡异景象 让入住旅客看傻眼 原来这些房间内住着居家检疫的外籍船员 饭店业者为了避免接触出奇招 但民众指控入住后发现 不只餐点备品摆在门口 连船员使用过的垃圾也统统堆在走廊上 虽然业者强调船员是居家检疫 并非强制隔离 但船员和一般旅客住在同一层楼 恐怕也让饭店成为防疫破口 之前我们是高雄第一家有开始参与 协助政府做防疫 公共走道各方面也都有做到分流 并不是本局核定的合法的一个防疫旅馆 我们会将居家检疫者全数移出 至合法的防疫旅馆 离谱状况被旅客踢爆 业者搬出防疫SOP 强调安全无语 但这说法却被打脸 观光局证实这家饭店根本不是防疫旅馆 将会依法开罚 而业者为了赚防疫财 无视旅客健康 恶劣行径 引发踏伐 记者许富杰高雄报道